大家好,我是电子工程学系五年级的博士生 我研究的是无线传感器网络 传感器用于捕获来自环境的信息 它提供了一个物理世界与计算机网络之间的桥梁 在我们的实验室中,我们使用移动车辆来收集数据 车辆继承了计算、通信和定位的组件 它提供了一个移动的平台来完成各种任务 我每天从实验室从上午九点工作到下午五点 我的工作包括阅读论文、写论文、硬件设计、分析、计算机模拟、编程 以及与实验室的同学进行讨论 在实习大学攻读博士期间 我已经在重要的会议和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超过十篇论文 并且共同撰写了一本书 我也有一个由纽约州立大学研究资金会所提交的专利申请 我之所以选择实习大学是因为它在工程领域卓越的生育 以及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离纽约开车只需要一个小时 同时也因为我的导致的研究方向与我的兴趣非常合格 目前我的学业接近结束 我可能还需要最后一年来完成学习 我相信我在博士期间所获得的分析能力和研究技能 将对我的未来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帮助 我未来的打算是选择在研究领域创业或者是进入学习界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